大家好,我是修修 都說八卒們是第一陣容 果真如此嗎? 當然了,在某種前提下他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實力不對等,而且對手又是何齒 那可就不好說了 何齒這把不但是用武弱來打這個八卒們 而且還是用單手 可見在實力不對等的前提下 什麼都是浮雲了 你看何齒一直在進攻啊 一直壓制 這個水修打不了啊 下動拳,下逼生龍 剛好啊,預判成功相殺 看何老二他打的這個人物呢 就像是一個 非常愛進攻的一個士兵 到處找機會 想要壓制對手啊 水修也不是很水啊 所以把落地直接抓到 防一防,跳兩下 又是拆到對手不敢動啊 直接過來打擊頭 好,這次輪到誰有發揮發揮了啊 起碼得有一些遊戲體驗啊 不能全程吊打啊 下逼,斬逼 快點 晃出對手,一個裸殺 漂亮啊 跳底下逼之後接這個超殺 有點溜啊 八珠門雖然很強啊 八珠賀其實也很強啊 但是用八珠門的人更加多 實力不對等 什麼陣容都是白搭了 來,升龍 跳跌 張殺 哇,你看 一直在進攻啊 感覺閒不住啊 就打暈了 老二還看了一下對手 他這個人物啊 全程進攻真的是閒不住啊 看能不能穿三 穿不穿得了 漂亮,盯到一個藍之衫 好,藍之衫的說法倒是還不錯的啊 啊,一個香殺之後啊 直接穿三了 好的啊,視頻好看 記得點贊啊